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岳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淡江戰略所教授兼所長 李大中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成功級艦長黃征輝艦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文化大學廣告系教授紐澤勳老師 思敏各位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我們來聊聊軍事 2023年日本向美國採購 大約打到400枚的戰斧 長城巡翼飛彈 我們來看到在2025年的時候 將會部署在海上自衛隊 神盾艦這一艘上面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今年3月開始已經展開了 戰斧的使用跟上面的訓練 海上的幕僚長這位是九景良 他說未來自衛隊將會和美軍 共享攻擊目標的一些情報 那麼也傳出防衛省 為了強化自身的海戰 還有增收能力 今年開始會投入 達到了3731億日元 換算新台幣達到了811億來建造 一共達到了兩艘排水量 達到12000噸的 剛剛我們提到的神盾系統的搭載艦 好 未來這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會搭載的就是美國的1600公里的戰斧 公路巡翼飛彈 還可以裝設射程達到900到1500公里的 12式增程型的反艦飛彈 好 另外今天我們要來帶您大PK看到的是日本的神盾艦 PK上解放軍的055的飛彈驅逐艦 各自有哪一些優勢 誰比較強 等一下艦長一次來幫我們做解析 好 先來看看根據日本的 根據公開的資料 日本目前擁有10艘的神盾艦 我們剛剛說了它搭載的是美國戰斧飛彈 還有自己研發的反艦飛彈 主要戰略的想定是什麼 艦長 首先我特別要說一下 日本它不是一個很能夠獨立去 它要想幹嘛就幹嘛 它的艦軍是比較困難的 它必須要聽從美國的 所以很多日本在做什麼 你第一個要跳到後面想其實是美國在想什麼 美國很確定的現在第一島鏈它的自空自海 它是輸給中國大陸的 所以它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戰略 這是我聽過一個帥話你們講 你們講 我覺得他講得太好了 他說美國在第一島鏈戰略就是 火力向前 兵力後退 就是人我往後跑 我打不過你 但是我前面裝一大戰 所以你看他現在所有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在附近日本也好 菲律賓也好 它建了很多飛彈基地 第二個它所有現有的這些飛彈 它盡量伸得遠 原來好不說打600公里的 我現在想辦法打1000公里 打1000公里只能夠打陸地的 我現在希望它能夠改變 能夠掀打水面 所有在最近看到美國的這些戰略 就是我剛剛符合剛剛說的 它仍在後退 但它希望火力向前 這是第一個 但是它想做的是一種用傳統的 這種火力去達到一種嚇阻的效果 假如你想用傳統的火力 我說傳統火力就像戰斧 傳統的 魚叉什麼都是所謂的傳統的 天公二什麼的 那個愛國者通通是傳統的 什麼叫做非傳統的 就是核彈 假如你去想要說這種 傳統的能達到什麼嚇阻的理由 我請大家想一個問題 二戰的時候 人類第一個在使用的核彈叫小男孩 小男孩的核彈的威力是1.3萬噸 核彈量的1.3萬噸 叫這個數1.3萬噸 如果你今天去想一個東西 你去跟中國大陸作戰 我丟一個小男孩的核彈量 丟到中國大陸 我不管哪裡 能不能夠嚇阻 北京發動一場戰爭 好比說它現在決定要武統 你可以去改變它嗎 可能你認為可以 可是我再換一個跟你講 你知不知道這1.3萬噸 如果換成傳統核物 好比說戰斧 你知道它相當於多少 多少煤戰斧 在每一個的戰雷頭是480公斤 我給你加一點 算500公斤 500公斤是多重 0.5噸 0.5噸 我剛剛說小男孩是多少 1.3萬噸 除以0.5是 2萬6千枚戰斧飛彈 也就是說如果我覺得小男孩一個我可能嚇阻不了北京的話 那你今天400枚戰斧有什麼用 因為那相當於2600枚 哪個目標 戰時通通給你打掉 通通給你打 因為他只能打一棟樓 能不能夠扭轉這個戰局 如果不行的話 你真的要想另外一個方法 這些東西是扭轉不了戰局 你想要去威嚇 嚇阻也嚇阻不了 因為現在真正能達到嚇阻的只有一種方式就是核武 好 艦長已經幫我們看到這個戰斧巡翼飛彈 它有它的短板 我們繼續來看到它會在2025年開始持續的交貨 也許部署在幾個地方 帶您來看到 包括畫面上您看到的橫須賀的基地 京都府的武賀基地 還有長崎縣的佐世保克的基地 神盾艦上面主要是用在行駛 剛剛艦長已經幫我們提到了 反擊對方的部分 在基地的上面 再來看到海上部署的方面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這個神盾系統搭載艦 是未來日本飛彈防禦很重要的基石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自衛隊 不管在海上 陸上的飛彈能力都在提升 如何看這樣的戰略部署 大仲老師 我覺得它的源頭是在2022年12月的時候 當時日本政府所謂的安全的三個文件的修訂 國家安保 第一個是國家安全最高 然後是國防安全 最後一個是防衛力整備 基本上就是要賦予日本比較多的 嚇阻力量跟攻擊的勢力 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是與此同時 我們看到自民黨政府是要增加日本的國防預算 在從2023到2027年5年內 國防預算的總額要到43兆日幣 幾乎是比過去翻了一倍 是 所以在這樣大的架構之下 所以這裡面剛才圖卡上提到的 12式增程型的反艦飛彈 跟像美國購買所謂的戰斧群移飛彈 都在這大的規劃裡面 是 那重要的地方是我覺得 日本還是有它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夾場地跟矛頭 很明顯 就是俄羅斯 北韓跟中國大陸 對 那目前看起來 中國大陸其實就是這個直指 目標直指的最重要的方向 那剛才講這個神盾艦 其實日本神盾艦一直是 它一個海上自衛隊的 自衛隊的主力 從過去到現在 從最早的金剛級有四艘 艾蕩級 摩顏級 好 那現在說要建造的這兩艘 上面應該會搭配 剛才所講的所有的武器系統 對 包括譬如說 標3 標6 基本上是防空 那12式的增程 這種反艦飛彈 是針對海上的這個目標 那還有所謂的戰斧群移飛彈 它可以攻陸 那射程都增長 那它當然是要建造這兩艘 大概都是一萬兩千噸級 在自衛隊海製的歷史上 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那我看它的造價 大概是800多億台幣 因為它的造艦技術 可能是相對的成熟 那剛圖卡上所講的 除了雷達很重要之外 還有它的垂直發射系統 大概是可以到128個單元 裡面做這三種飛彈的 不同的一個配置 那當然可想而知 它是艦指的 當然是中國大陸的海軍 在過去20年當中 值跟量大幅增強 量就像下角子 那值各式各樣 包括等一下會提到的 這萬噸大區 都是它的家鄉目標 是 好 日本現在劍指中國大陸的海軍 剛剛老師已經幫我們特別提到了 真的能夠對共軍發揮嚇阻的威力嗎 老師怎麼看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嚇阻的一個威力 確實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脈絡 因為每日不斷地在做這些 相關戰略上的一個串聯的動作來講的話 它基本上最主要的一個假想題 當然就是中國 那所以從這個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他當然希望他們連續 而且持續性的一些動作 包括這些戰略戰術武器增強的一種可能性 去制衡中國大陸的一個軍力的一個擴張 這個當然是一個明顯的一個脈絡 但就是說我會認為就是呢 其實日本在這樣的一個 跟美國合作的一個過程中間來講的話 他當然也有自己本身 本身國家利益的一個盤算 比如說你看最近幾年來說的話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這些相關的一些邏輯來講的話 其實日本有時候也會喊得漫天響 那主要的一個脈絡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 他也有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這些相關的一些脈絡 周邊有事這些相關的一些脈絡 去突破戰後的一個憲法 對日本產生一定程度的一個製咒跟限制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萬盾級的一個神殿艦 神盾艦 或者是那個反艦的一個飛彈 或者是公路飛彈來講的話 等等來說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日本在這一連串的一個操作過程中間 它的整個的一個武器的一個設備系統來說的話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提升 那第二個日本策略上的一個盤算來說的話 他也很清楚了解 美國跟中國在博弈的一個過程中間 美國是要仰賴日本的 那所以日本希望能夠藉由美國需要 日本這樣的一個邏輯脈絡 也希望他自己本身在美國博弈的過程中間 能夠增加自己本身的一個 談判的一個籌碼 讓美國給日本更多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資源 那所以比如說你看 400枚對一個戰斧長城巡弋飛彈等等 或者是美國跟日本要共享攻擊目標 這些相關的一些默契或者是共識 你會發現就是說 日本在這整個的一個戰略布局上面來講的話 它已經有一個清晰的一個戰略的一個地位 那也就是說藉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操作 日本雖然跟美國在做一定程度緊密的一個合作 希望能夠制衡中國的一個力道之外 日本其實也逐步的希望能夠去進一步的落實 或是保護它自己本身的一個國家地位 或是國家利益 好 我們繼續來做一個大PK 當然請到艦長來幫我們看到 先來看看這個神盾艦 日美一起合作的 再來還有這是中國大陸的部分 055的部分 等一下 請艦長來幫我們做大PK 現在解放軍正在建造的是以南昌艦為首的 這個萬噸大區 055型剛剛提到的飛彈驅逐艦 它的功能的部分先來帶大家稍微回顧看到一下 滿載排水量12300噸 配備的是112單元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長艦10巡弋飛彈 多種型號的陰級反艦飛彈 還有和防空的飛彈 好 這位是解放軍的前海莊副部長 叫做趙登平 他也指出一艘055綜合作戰性能 相當於是四艘的中華船盾的052C型的驅逐艦 我們要來看看這個055對上日方的神盾艦 雙方的優勢是什麼 剛剛艦長已經幫我特別提到了 雷達很關鍵 怎麼看 這個戰場所有都是兩個東西在比 一個毛 一個盾就在這個 你的毛厲害了我就想辦法有個更強的盾 我的盾很強了 你就想辦法發一個更尖的這個毛 永遠就這樣比 記住很多人聽到美國神盾 中華神盾這些盾 是他的盾 也就是他的防衛 他的防衛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他的項列雷達 除了項列雷達 早期的雷達 你們可以看到二戰的時候 那個雷達 它是一圈圈在那裡慢慢轉的 如果你還記得到電影上 怎麼去形容那個黑的畫面 轉過去一圈 有一個目標來就低 亮一下 轉一圈低 目標亮一下 它就從這個亮的中間去抓這個目標 你知道 如果你這個雷達四秒鐘轉一次 我大概兩次八秒 我才能夠抓到兩個移動點 建立它的追蹤 那有的還12秒 有的還20秒更久 所以這種很慢的速度 沒有辦法適應現在的戰車 現在如果來個略海飛彈 你發現它已經在門口了 它在超音速你一點救都沒有 像好比說這一次那個莫斯科號 在這個俄乌戰爭的時候 莫斯科號被一枚飛彈就給它打成了 那枚飛彈的實力相當於我們的熊二 不是很先進的 為什麼 它就不是神盾 那神盾怎麼做呢 你這樣子一遍一遍的傳統雷達 它不用 它用的是一個整個的 叫做電子掃描 我整個空域 我現在船在這 整個附近360度所有的空域 我用電子掃描 兩秒鐘我可以掃描完 兩秒 整個空域 掃描完空域 這裡面好比說我發現了230個目標 我同時建立230個目標的追蹤 然後我可以同時追這裡面的 12個目標開始攻擊 你去想看它的那個進步的 盾進步的程度 那是翻天覆地的 是 所以現在的戰爭來講就是 如果你沒有神盾 基本上你在海裡海上 即使用熊二這種等級飛彈打你 你也只是挨打的份 所以一定要做神盾 那神盾早期當然是 美國是最早的 它已經三四十年以前了 日本大概隨後也在二三十年了 中國大陸比較晚 但是中國大陸因為晚 它就有一個叫做後發先制 所有的武器都是如此 所以中國大陸它所有做的 它第一個就是 以前都只有一種頻道的項鍊雷達 這是美國的早期的 日本的都是如此 但是你就發現一個頻段的 你到底要看小目標還是大目標 大目標你要看得很遠 那是一個頻段 如果很小的目標 所謂很小目標攻船飛彈 貼著海過來又近又低 那種看很遠的目標看不到 所以它就要有叫做雙頻 現在的中國大陸新建都是雙頻 就是又可以看遠 又可以看小 一個是X band 一個是X band 這是早期的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大陸現在做的這個東西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主動式跟被動式 那個講起來非常複雜 早期完全不可能做到主動式 現在早期一個東西這麼大的東西 它現在可能說到這麼小 就是它那個微型化 讓這些不可能 早期不可能的事情 它都可以做到 所以現在來講 美國可不可以做到這種先進的 也可以 但是對不起它有七八十艘 都是三四十年前建造的 你要把它全部淘汰嗎 淘汰 怎麼可能 那你說你看它換裝吧 那是疤腸破度 整個疤開你乾脆重建算了 所以美國新造的少數幾艘 是我說的這一種 老齊的通通不是這樣子 那日本早期的都是跟隨美國的 那十艘 這兩艘我研判是新式的 但即使它是新式的 你看看動物已經是八加四 叫做現在有八艘在服役 建造中的還有四艘 它將來還會更多 所以日本在叫做神盾艦這種檔次上 它在追中國大陸的車尾燈 目前在很辛苦的追 能不能夠追上還不知道 但是目前它是輸的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 這個055的部分 剛剛這個建長 已經幫我們特別提到了 最後是發製了它的 這個後發的先制在技術上面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量 最近在不斷的增產當中 未來會如何改變 整個西太平洋的局勢 我們等一下請大中老師來看 先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目前已經在使用的這八艘 055的部分 它已經平均分配的部分 是給了北海艦隊 還有南海艦隊 然後現在看起來 是還是難以滿足 三航母打擊群的遠洋需求 所以現在持續在興建 目前可以看到興建的第二批 有包括了9號艦 10號艦等等 都在整裝的階段 未來會配備給東海艦隊 請大中老師來幫我們看 他們在快速的增產 未來會如何改變 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局勢 我剛剛蠻同意艦長所說的 就是中國大陸海軍的發展 是有後發的優勢 因為這跟科技的進展相關 當然現在來看的話 它055大區目前八艘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還在陸續建造當中 就是為了要因應它未來整體 這個三個艦隊的均衡 還有包括它的航艦 打擊群的所需 要做的規劃 所以目前來講這八艘 當然是遠遠不足 但我們要知道說 除了055大區之外 還是要搭配它其他主要的 這個主要水面作戰艦的數量 和分配 因為我們也不陌生 052C052D 也是中國大陸海軍發展 已經很日新月裔的驅逐艦 還有它的054 他們叫做護衛艦 大概我們就稱為 是比較像巡方艦等級 它的數量其實也非常的多 我們如果回顧一下 美國從川普到拜登時期 基本上美國的軍方會講說 他們的艦隊的數量是不足的 跟中國大陸比是屈居落勢的 因為美國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 它所要負責部署跟防守範圍 可能比中國大陸還更遠更多 從中東到歐洲到各個地區 西太平洋整個印太地區 所以它分散的地方很多 它又面臨到中國大陸的後期 直秀 咄咄逼人 所以它是需要更大的一個 造建的經費來去支援 但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問題還是時間 因為美國也有一些新的造成計畫 水面的 水下的 但是都不是一处可救 都需要時間 所以他們也比較擔心 是在換袋 換裝的過程當中 一個時間的空檔 假設真的不幸爆發 美中的戰略衝突的話 美國可能會比較去弱勢 因為中國大陸的力量比較集中 集中在它的周遭 所以這個事也是觀察的重點 好 持續來看到 那麼在共軍對日本航母的佈局 目前的掌握度來觀察 是日本的防衛省統合幕僚監布 3月26號公布的說共軍一架 無真7高空無人偵察機 這個名字又叫做降龍無人機 從日本海接近了日本本州西側空域做盤旋 好 這一台是無真7號首次出現在日本海 雖然它航程目前看到是達到7000公里 但是可以引導東風21 板艦飛彈 攻擊航母 以及這水中的中大型的水面目標 好 特別來請教這個老師 你如何看無真7我們剛剛說了 好 現身在日本海幫東風飛彈 先來摸個底嗎 基本上我認為當然有可能是無真7 他現身日本那片海域來講的話 當然是有可能為東風飛彈來摸個底 或者是去測試或是評估 第一級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部分確實不能排除 這個部分當然是第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來講的話就是說 因為你看美國跟日本 最近都有一系列的一個戰略 或者是整個戰術部署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動作 針對中國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從這個邏輯上面來講的話 中國勢必要有一些相應的一個動作 去做回應 因為這個概念是蘇拉姆蘇丁的一個概念 你步步進逼 那我基本上來講的話 如果沒有相應的一個動作來講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更進一步 好 那所以呢 中國的無真7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我認為也是一個 希望能夠藉由我自己本身的一個動作 去對你產生一定程度 嚇阻力量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那第三個原因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因為你看無人偵察機 它這個主要的一個脈絡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還是跟偵察 或者是收集相關的一些資訊有關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美國跟日本的一個聯合戰線 動作平平 我當然希望能夠去摸你的虛實 你到底是希望藉由這些相關的一些動作 來虛張聲勢 膨脹你自己本身的一個談判權力 還是你確實有戰略清晰的一個步驟 對我採取一個步步進逼這些相關的一些動作 那所以今天藉由這樣的一個徵搜的一個概念 我如果能夠去更細緻的了解 美國跟日本相應的戰略戰術動作來說的話 對我的一個因應來說 也會比較能夠做比較有效的一些因應 是 好 謝謝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們 走向 掌握 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